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视频独白频道 我的频道将是说摄影文版艺术技术和相机的 这段影片跟大家说一下 更新一下市场上胜传三大牌子近期将会出新机的消息 OK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视频独白频道 大家在看这条影片之前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全部 每次出新片的话 大家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 另外要讲讲的 就是我在5月15、16、17、18 连续4日在石杰尾的JCCAC 将会有7个相当正的视频独白 无论是视频新手到高手 OK 都应该是对你听的 OK 这7个包括什么呢 有4个和技术上相当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摄影的构图 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对构图是一个怎么办呢 在网上经常见那些构图的画图表 法里法六怎么理解呢 这个才和大家讲10个有关构图的话题 给大家对构图有个深切的认识 无论你是新手到老手都可能需要听的 OK 第二个是关于一个财想的一个lecture 引刀成一块 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 因为很多朋友很怕财想 那我就鼓励大家财想 所以是引刀成一块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典故哪有出的呢 留言说一下 看你有多少墨水 OK 引刀成一块这个lecture 是一个二次构图的lecture 是关于鼓励大家 和分享给大家知道 究竟那些摄影大师是怎么构图的 如何是财想的 财想是二次构图的 那很多人经常给一些经验不够的 所谓的师兄教他们 因为已经想要直出 不要财想 是什么老点 OK 在一三五菲林时代 由于画质太小的原因 我们才是不财想 但在数码年代 如果我们这么高长数的相机 不懂财想的话 你们就找自己问了 OK 这个lecture 会和大家讲一下 究竟历史上 很多很多 绝世佳作 他们究竟是怎样财法 他们是财到七彩的 这样就揭开这个奥秘 给大家知道 OK 第三个lecture 我觉得大家应该伸手 应该值得听的 是一个关于街拍的lecture 一个是街拍 一个究竟是怎样接近主题的lecture 这个lecture是会教大家观察 发现暴躁 基本上 我们有时在街头拍照 很多伸手都说 拍些什么好呢 这个lecture教大家 究竟在视角上 如何找一些值得拍摄的画面 OK 另外 发现了之后 应该怎么去拍 这些lecture 应该是合伸手听的一个lecture 另外做一个lecture 我觉得 无论是伸手还是老手 如果你不懂的话 都挺疲借的 关于exposure 曝光经纪 一个曝光的lecture 我会浓缩把曝光重要的知识 在一个半钟头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网上经常提到 涉影有个曝光三角 只是胡说 曝光三角 本身是一个对曝光不了解的人 作出来的 或者他应该有一个潜台词 他没有解释清楚 或者解释清楚 传下传下 接着人就不清楚 exposure 其实应该是关于光圆和快门 他们构成一个EV值 在这个lecture我会详细解释 什么为之EV值 不要误会 不是机身上的加减曝光 这个不是EV值 这个就是控制 增加曝光 减少曝光 我这个lecture 会详细解释 EV值 它怎样影响你 你的曝光 另外一件事 我们当然不会忽略ISO ISO ISO其实是个感光 我会解释 这个ISO 在数码年代 其实是什么意义 或者菲林年代 是什么意义 另外 是不是真的需要 将你的相机 永远放在ISO最低那里 当然不是 在日光日白 你就尽量低ISO 才能拍到好的照片 但当你提升ISO的时候 随之而来 是因为不够光 导致的很多Noise 究竟如何 才能把低光的Noise 减少呢 我们会教你 这个lecture 会教你一个高ISO ETTR的技术 使你这些相机 是尽量减少Noise OK 技术的lecture 这四个 另外有三个 比较长一点的lecture 第一个是数码黑白 自从NICOT出了Z-Level 之后 似乎多了很多朋友 对Mono Chrome摄影 喜欢 有兴趣了 所以 我这个是数码黑白的lecture 之前搞过两个round 都完全爆了 这次第三round搞的话 其实已经是相当爆了 假如有兴趣的话 就第一时间 要最后机会报名 一个关于数码黑白的lecture 我是会用传统黑白摄影的理念 说给大家知道 你怎样做一张有味道的黑白相片 方法就是用数码的技术 传统理念 加上最新的数码技术 就是这个数码黑白lecture 要讲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是关于Photoshop 如果你玩这个数码黑白 你不懂Photoshop 基本上是玩不齐的 这个Photoshop 我是用三小时半 我会尽量教大家 如何用最关键的方法 整理好你的照片 不会教你一个全面的Photoshop 并非如此 你学一个全面的Photoshop 起码要八堂 十节看书 要成一千页以上的书 你才能够办 最基本的 我教大家未学行先学走 只是学怎样用 为什么用怎样用 但它里面的理念 或者一些复杂的东西 我完全不会和大家浪费时间 用最短的时间 讲最多的东西给大家知道 使用大家可以很短时间 撿到你的照片 撿到一张见到别人的照片 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 就是摄影理论 这个文章是这一回合 唯一大师班的文章 为什么叫大师班呢 是Nikon当年 之前叫我和他们写的 一个master class的一个lecture 那这个lecture的特点 就是不讲光虚 不讲快门 也都没有构图 那说些什么 说些你不申受用的摄影理念 使你摄影的脑洞大 可以明白摄影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那当然摄影当然要拍照 我讲的是摄影艺术的摄影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肯定对你有帮助 无论你是新手 老手 甚至高手 我都觉得你应该来听听 很多朋友听过都觉得 哇 真的相当正 不是买花赞花香 确实是花香 OK 想报到名字了 OK 正式开始这条影片了 不好意思 花了大家时间了 这条影片和大家近期 讲三大牌子的新机 最新的消息是 Canon的EOS 这个是R 先不要说型号 最新的消息是Canon 将会在极短期 突然间爆出新机 现在应该有两部全别幅无反相机 市场上一般的推测 将会是R5的Mk2 改善了以前的8K拍片 很容易超过烘的东西 其他技术上将会提升 但R5本身是一部已经不错的相机 提升的空间其实不是太多 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个惊喜 或者一个遗憾 可能是R1 不知道Canon是怎样行的 上一代的R1都可以临时变成R3 这一代的顶级机 是R3的延续 是叫做R1 又叫做R3 Mark II 大家真是拭目以待 我想我是收到来自 并非Canon的消息来源 就是他们 业内人士收到料 再转给我就知道 这部相机可能是3300万像素 蛤?没有4500万像素 没有6000万像素 不知道 我希望它有 但市场上 唐家收到的料就是3000多万像素 3000多万像素 如果是新闻摄影是对的 但对今时今日 Nikon Z9 或者A1 已经是4500万像素 高性能这么久 将R1变了R3 现在这次再出仍然 仍然只有3300万像素 如何交代呢? 看看Canon如何拆解 我希望它会更高 第二个和大家说的消息 就是Nikon Nikon 大家都猜到 接下来应该是出Z6V和Z7V 但是Z6V是热满一点 Z7V轻轻冷满一点 原因是 不知Nikon会不会出Z7V 为什么呢? 因为Z8仍然是相当好卖 因着大热倒做 尤其只有Z6V Z7V是不见了 OK 大家记住 Nikon现在的相机 最能买的那些 OK 每个都能买 最能买的是ZF Z8 Z9也是其次 Z6 这个是ZF和Z8之间 可以有多少空间呢? 空间最大的应该是Z6V 一部Z6V2的改良版 ZF的正经版 即不是玩玩的那部 一个怀旧版的正经版 Nikon是可以有空间出这部 为什么呢? 因为ZF有个小小的 违陷 缺点 就是因为它是怀旧的 机身 所以手柄那里 没那么好握手 拿来玩相当不错 拿来做事 就有点 拿手不成细 你要付钱再加个手柄之旅 OK 但是假如你真的买来用的 Nikon是将ZF变身 变回一部正经的相机 就应该是Z6V 当然一变身之后 就会加料 不单是ZF那么简单 一定是有好东西的 有什么好东西呢? 聖蒙以待 但是Z7V呢? 我到今时今日的 我都仍然存疑 虽然市场上 就说到实牙实耻 因为Z8太好賣 Z7V如果是跟Z8相当接近 Z8的勢 就会大受打击了 Nikon会不会那么笨 绝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Z8现在这么好賣 我觉得就算有Z7V 都会再坐一回 再等一回 OK 重点来了 OK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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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我做了一条片 就是对上一条 讲新相机消息的片 都说了Sony 已经漏了口风 放了声气 他们其实很喜欢的 RX1 R OK 很喜欢这个机型 我们都明白很多朋友 喜欢 但是不买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我记得第一代的R1 或者RX1 和RX1 R 很惊艳 有一部这样的 全片幅的 compact 不是熟悉的 全片幅的相机 不用换镜头 当时是一个 相当创举 但是这部相机是有伏 有伏 我觉得AF能力不够好 画质也不够好 所以Sony 在很短时间 两年左右 就立刻改良为RX1R Mk2 第一代放弃 RX1 就放弃了 它只出了一部RX1RMk2 这部相机出了到现在 十年都没有再改 Canon Sorry Canon Sony 其实是几乎放弃了R 你看看RX18 RX10 RX1 全部都好像停了 全部是罢工 好像死了 不要介意 我意思是市场死值 死静 就是相当宁静 OK 这次消息 我相信是相当实 Sony 出这部RX1RMk3 就应该是短期内 就会见真章 但最新的消息 传出来 是没有了赛斯镜 哇 你想想 Sony 当时站在市场上 能够佔一席位 镜头相当不够 就是有赛斯镜头的加持 赛斯镜头的 帮他们的 但是 经过这段时间 Sony 自己出到 G-Mazda 都很棒 把赛斯镜 完全放轻了 放弃了 赛斯都没有时间 跟他们合作 所以新的RX1 Mk3 将不会有赛斯镜 有些朋友觉得很失眠 没了赛斯镜 怎么卖 不要紧 Sony自己有G-Master 那你自己留言说一下 你宁愿这部新机 是用赛斯镜头 Size T-Star 有赛斯镜头 还是用Sony自家的G-Master 或者G鏡 大家留言说一下 关键在于 这部RX1RMk3 究竟有没有市场 市场上同类的相机 其实只有几部 真正同类的相机 就是Leica Q Leica Q的市价 是4万元 5万左右 但它相当强劲 6千万像素 6千万像素 連拍15张 本身不是一部玩的相机 虽然很多朋友说 这部相机是日本 电饭煲牌 做的Leica相机 那你自己想吧 值不值得这个价钱 贴了Leica logo 日本製造的相机 你自己想吧 真是贵的 那Sony 如果这部RX1RMk2 现在市场价是2万到2万五 但像素会低一点 4千多万像素 和6千万像素 没得太贵了 所以新的这部RX1RMk3 如果去到6千万像素 连拍又提升到15张 加回大家很期待的IPIS 也是个机身做了防尘防水滴 那是否可以卖多少钱呢 当然不会2万2万2万5 这部相机也起码过3万 大家留言说一下 Sony如果出一部RX1RMk3 6千万像素 连拍15张以上 叫价3万 你们买不买 你们下不下答 我不想 我觉得太贵了 Leica Q 可以卖这么贵的原因 因为它是Leica Sony永远不是Leica 所以就算外形做得多漂亮 它都很难买 因为当这部RX1RMk3 如果卖到3万以上 我们为什么不省省的整部Sony的A7CMk2 虽然3千3万万像素 但是可以配上一支饼镜 薄薄的小小的定焦镜 都先玩 省很多钱 A7CMk2 13000到16000 很值得 介绍大家 至于另一个市场上的对手 就是FUJIFILM X100Mk6 六合彩机 这部相机现在仍然是狂抢 市场价钱是17000到20000 但它的定价是12000多 13000不够 仍然是抢高的价钱 我觉得以一部APS-C相机 和全片副相机比较 影起上来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不要介意 大家不会放很大的相机 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所以FUJIFILM X100Mk6 确实对Sony的RX-RMk3 确实是有牵制的影响 但回来说 Sony在这段时间 为什么会将一部近乎死亡的RX-1Mk2 升级为Mk3 原因也是因为很大可能 是Leica的Q相当好卖 而FUJIFILM X100Mk6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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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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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到第六代都出得到 所以它出这部相机 所以这三部相机是有竞争的 大家留言说一下 假如代一代一代一代代一代代一代 你最后竟然是买Leica Q的Mk3 以及这部可以买到三万美元的Sony RX-RMk3 或者是省省的FUJIFILM X100Mk6 大家留言說一下,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不會買Leica Q Mark III 為什麼呢? 買了Leica Q Mark III 我是否不如買一部M11算鬼數 再加些錢 雖然兩種玩法不同 但問題是去到這樣的價錢 數碼相機,不要買太貴 原因是因為它過了氣就會不值錢 你看看今時今日的Leica Q 第一代,你會不會看它 你今時今日的第一代 Sony RX1 不是R那一部,你看一看 看都不看它 今時今日的X100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你真的沒有興趣買 第四代都不會有興趣買 第五代勉強 之類的,你明白 數碼相機是會貶值貶都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要跟數碼相機 娶她做老婆 最多談談戀愛 短期就算了 夠時間就賣掉 因為她再買另一部就算了 OK,這影片到此為止 我買到我推薦台灣出版的 正體中文攝影書 買三本就包順風運費 在上個就買到 另外在上個也買到我推薦的 塞絲鏡頭紙 塞絲鏡頭紙當然重要 Sony沒有了塞絲 塞絲鏡頭紙一盒二百張只賣二百元 而且買一盒就已經包運費 買三盒就送了一條爬山星相機帶 講漏了剛才買書買三本 除了包運費之外 仍然送我一條USB C to C 的 L 插的充電線 相當正的 OK,好吧,上個就買到了 OK,拜拜 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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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左右